猛烈強風吹息發出巨大的呼嘯聲 高聳堅韌陸數被吹得 猶如芒草般不斷擺動 鹿兒島各地狂風 奏語不斷 被日本媒體誉為猛獸級的 今年第14號颱風南馬都 在當地時間17日晚間 登陸日本九州的鹿兒島 鹿兒島觀測到瞬間 15級的陣風 冒險出門的行人都快站不穩 臨近公旗線24小時之內 降下400毫米的雨量 34萬戶停電 儘管南馬都登陸之後 減弱成中度颱風 但是移動歸宿 每小時只有20公里 預測路徑穿過整個九州之後 還會往東轉向 侵襲本州 被稱為是新幹線市的 橫掃路徑 恐怕影響上百萬人 一海之隔南韓也受到外圍環流影響 釜山也刮起強風 把民宅的窗戶整個吹歪 廉岡重鎮浦向上回遭受 宣蘭諾颱風肆虐的時候 釀成停車場淹水 欺死悲劇 怪獸趕緊加快輸郡工程 被拖沙包 全面警戒 旧化悲劇重演 南韓防災 如臨大敵 TB選中報導 請支持TBS國際Plus 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 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 開啟小鈴鐺